你好,我是小花,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對於這個遊戲還蠻重要的部分喔 是關於頭銜的部分啦 好啦,不知道你有沒看過上一集的比蠢大賽喔 然後不知道有多少人中獎啊 我可能真的就是比蠢大賽的冠軍吧 應該沒有超過我的吧 好啦,這一集呢,跟大家分享了關於頭銜的部分囉 今天是我玩這個遊戲的在陸服的體驗的部分的第78天 但實際上我的這個伺服器已經開79天了 來看一下,79 但是其實它78天就達到了,今天是我80集的日子 然後我剛剛起來的時候呢,就是,欸,對齁,應該拍頭銜了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適合拍頭銜的日子 而且並且,其實昨天我就可以升頭銜,在79集的時候 讓我想一下那個,我關於這個頭銜的部分還沒有講得很明白 我應該要去思考一下囉 那為什麼在最開始的時候都沒有拍頭銜呢? 是因為我發現如果我太早拍頭銜 然後你們的那個區的物價會非常的貴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拍喔 那但是我發現隨著我們的成長那個物價已經開始飛升了 就是已經到達一個很高的高度 雖然還沒有到達最高的高度啦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就是有必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內容啦 大家可能覺得頭銜就只是前面好不好看 然後沒有什麼東西對不對? 但其實在頭銜的克制上是非常的嚴重的 如果你看,它寫頭銜增益 對低級頭銜有額外增益的效果 但是以下經濟玩法不生效是在我們的這個五位 就是在我們的經濟它是不生效的 然後呢,與玩家對戰時 對頭銜的等級低於自己的玩家造成額外傷害和破定的效果 並且,降低一定的來自於對方的傷害 在這個遊戲啊 其實它的頭銜克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然後是哪個明顯的部分呢? 我在跟大家說喔 那我在網路上其實搜尋過很多資料 包括我自己有需要跟提供我自己幫派的成員喔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有很多的這個頭銜的部分 包括我們這個台服還沒有出喔 就是你會發現 欸,為什麼我找不到她說我身頭銜到底需要多少個 那你需要準備多少的這個我們的天涯令牌的時候 是大家的一個很多的問號喔 我在初期的時候有沒有去提醒大家去一定要買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覺得一開始應該不太需要說 但是隨著我們不停的等級在往上升的時候 我發現問題來了 欸,為什麼大家的頭銜都不往上升呢? 然後為什麼有人說 欸,我跟你功力差不多 可是你頭銜比我高 為什麼你打比較痛呢? 還有在這個上一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打幫展喔 我們是屬於天自衛的幫展 然後我們面對的對手呢 都比我們高一個等級 然後並且頭銜很多都比我們高一個等級喔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們人好像比你多 但是為什麼就打不痛 而且然後你們控制我們的時間比較久 然後又解不掉 應該是說可能 呃,具體比如說你控制我20秒 可是我死都解不掉 可是,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打也打不痛 這問題到出在哪喔 我跟我的清傳師傅真的就很深刻的討論 因為他從開服一直玩到現在 他玩過三個區 他現在是我這個區的第二儀化 我就跟他討論 為什麼我們就不會贏 一直會輸 真的是不懂為什麼 後來我突然間想到頭銜的問題 我就跟他諮詢了一下 他就跟我分析一下 原來我們的差距只是出現在頭銜 頭銜刻制到什麼程度呢? 我等一下給大家舉個例子喔 那大家看到的就是 這是我要生的最後一個兩個字的頭銜 然後我們就要來到第三個字的頭銜了 那我是不是插兩個天涯令4呢? 是的,經過我努力的囤 我囤了一周半 我終於買到了 要買到這個天波斧的 這個我們的李鶴了 他有帶兩個天涯4 包括天衣禮君20 還有鑰匙還有碎鷹 250萬的碎鷹 而且今天是80級 有新開兩個洞 就是洗練的洞喔 我真的沒有辦法洗練 還有這個神品心法自選禮 所以大家會發現 我們有一些綁定的這個神品心法的禮盒喔 就是其實我們有機會開到這個禮 這個我們的心法 就是能激活它 但是說真的 養不清 金色的契骸真心養不清 好啦我們要來箱下一個頭銜了 耶!我碰命了! 好啦!我也是有看到一些玩家留言說 其實按照正常的功力來說 在我們76級左右的時間呢 我們的功力是在8萬上下喔 對!沒錯!他說的很對 在76級左右的時候 我的功力應該在8萬3到8萬5之間 對於一個首詞來說喔 那為什麼我沒有升上去呢? 在上面的狼吻比蠢大賽 嗯!他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還有一些因為台服開了之後 我真的很沒有辦法認真去好好的玩遊戲 因為台服是6月30號開的嘛 我們的服是7月7號開的 那說白了 從7月7號開始到現在 已經經過了30天的時間 這30天有很多的懈戴 比如說幫站有時候真的沒有時間顧 就隨便摸兩下拿個小獎勵 然後禁禁沒有時間打 還有一些就是買不起的東西 我存不到就是很多細節 還有我所在的幫派 不是有大資源的幫派 是很一般資源 就是所有的獎勵 大概只能拿到五成 所以在有沒有再活躍度高的幫派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當然啦我的夢想 在這個小課的情況下 我的夢想就是要升到風之中喔 升到風之中需要四個的 天涯物 然後一個天涯五等於四個天涯四 一個天涯四等於四個天涯三 所以我們就來算這個五 這個天涯五要四個嘛 那要四個天涯四 四十六 然後再算天涯三 需要六十四個天涯三 所以大家這個能拖的話 到這個程度的話 竟然是拖天涯四 那我們的這個天涯令的來源 有哪些地方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喔 首先是大家都知道的天波斧 天波斧是要慢慢晚上打的 然後在我們這個整數的乘數的時候 都會有相應的禮包 像下一個禮包 120層 它是會給你三個 但它要五千五百八十磅元喔 然後呢 還要在這個不同的層數當中 在boss的前兩層啊 根據我的經驗 跟大家的分享喔 就是你看 在boss的前一層 那一百十八是對不對 我昨天其實還差 蠻的蠻遠的 後來我慢慢打天波斧 慢慢去跟他們抹 跟他好喔 然後他因為他每周五的時候 就會下降一百 每日就會下降一趴的難度 最多下降百分之十 所以如果你沒有打過 沒有關係 時間到了就下降了 好的在每個boss的前一層 這一層 一定會有一個天雅思 他是不會寫出來的 因為我當時有差 我們幫派人就說 你要打一百十七 他一定會有 他問我打多少層了 他說你打一百十七 會有個天雅思 所以喔原來是 在boss的前一層 你只要打過了 然後就會有一個天雅思喔 至於大家會說 欸我功力不夠 到底要怎麼過呢 一個是彈琴 叫這個高的雅式彈琴 彈絕音舞 或彈到高山流水喔 因為現在大家的部分 像我們服我就是覺得鸚鵡了 我距離高山流水的日子 已經很近了 然後呢就是 還有吃這個破傷拆 破傷遇傷喔 就打怪的部分 然後然後還有就是 有利用叢滑 利用時間差 利用心法 利用什麼 這個要考量的地方就很多 還有就是通過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就是拖怪 拉打 這個是需要很大的技術的 我們伺服器有一個功力 比我高200的人喔 但他就是 他打天波斧 比我高五層 他曾經有一層打了40遍 我覺得他好有耐心喔 我是 我不是沒有耐心 我是我耐心 我是懶 我拿算懶的 然後都功力高 我自然就打過喔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打 好了 這是天雅令來的一個地方 而且是一個高層的地方 而且是高級 上來來到的是聖福林的地方 聖福林到達我們這個等級 其實會有開始一些 他們的裝備的這個 我們的振興柱喔 所以我們的聖福林是永遠不夠的 就是完全不夠壞 好了 這幾個強迷原始的部分呢 小小給大家提示一下 這個部分在我們後面等級 就是這個 我們的心法當中的鞭矢喔 這個鞭矢一共需要是八個位置 我們現在看到只有五個位置啦 所以有的部分你可能要稍微存一下 或者到需要的時候再換也可以 因為如果你有玩四海奇珍的話 這個會比較多喔 我覺得四海奇珍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換幾個我們的天涯令 還有材料跟我們的鞭矢 因為鞭矢要換到橙色的 挖寶其實看緣分 然後還有幫派活動開到 也是真的是看緣分 好那這個在我們的聖福林當中呢 每一周啊 我們必定要買的就是這些 天涯令3啊 江湖籤啊 天涯令1 2 這都是必買的 而且江湖籤是必須買 為什麼 因為合成 從四個天涯3 合到天涯4 需要一個這個喔 我師父說他 我師父已經是分目之中喔 他其實這周就可以生雲之影了 他已經存夠足夠的材料 為什麼沒有生呢 因為他沒有江湖籤喔 好這是我們這個天涯令來的一個 第二個方向 那天涯令還有一個來來方 就是我們的陣營的名望的等級的部分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看 我們現在台福的部分 以我們的等級還是給天涯3喔 但是在我們的這邊 你可以有沒有看到 他給的是天涯4 然後這個給還是天涯3 就到一個等級的時候 他就開始變了 然後我們每周的名望的部分呢 每周能獲得的這個累加的名望等級 是500500 就是你會發現我沒有整數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沒有打 因為實在沒有時間打 就沒有去追名望 可是當我需要名那個天涯令4的時候 我發現啊 我怎麼能沒有打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了 他這個每周 有一個本周級分轉換的經驗 他是有上限是500的 可是還是有人瘋狂打名望對不對 因為他會轉換為我們的排名和排行榜 會有個排行榜獎勵 進入前100 會有一個相應的獎勵 其實獎勵有一點塞牙縫啦 但是就是還是可以用 那這個名望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經驗的 他給一點小小的碎影喔 就是天涯令比較重要啦 好這是天涯令來的這個第三個方向喔 那來到我們的天涯令的第四個方向 來源於哪個地方呢 就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這個天涯令來自的地方 是我們的星期天的海河陣雲喔 這個我沒有開過天涯令 但是我們家有一個小姐姐 她每周都開天涯4 她開的不是3喔 她是4 她前兩天還問我說 好奇怪 為什麼我每次打完背包都躲一個 蛤 這是凡爾賽嗎 好無言啊 怎麼這麼好的運氣 好啦這個天涯令的來源呢 大約就以上是這些喔 就是有一些部分 我現在腦子不是很清醒 所以一下子轉不過來 所以如果我有沒有補充到的部分呢 可以歡迎這個老玩家們 或知道的玩家 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 可以在留言補充 非常感謝您喔 嗯 還有這個 喔 天涯令還有一個來源 欸對我明明就知道 我什麼時候不知道 天涯令還有一個來源 是來自於我們的魔中縣市了 喔這個在我的幫派 我跟大家分享過 大家應該有看到喔 在我們的魔中縣市當中呢 我對大家會有個誤區 小客會打不過 不用擔心 時間到了你就會打過 他會給了很多天涯令有沒有 這是一定要給的 還有這個突破單喔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狭隱招募令喔 喔大家可能會有疑問說 突破單到底要給誰喔 突破單我們是給明月星 因為在那個絕佳搭配上面 是這樣的喔 因為我們上夥伴的部分沒有講到 所以就不細說 但只是大約提一下 那在後期的時候呢 慢慢就會開放我們相應的更高等級 你看有沒有看到 到81之後他給的是我們的神兵喔 因為我們快要出神兵了 然後在前面他給很多天涯3 71天涯3 72天涯3 73然後天涯3 77給的是天涯4喔 這是我們的第四個天涯令的來處了 第五個天涯令的來處是比較需要搭配跟配合 而且其實是比較頭疼的 我現在想到就頭疼 唉呀這個來源這個這個影片呢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關於 嗯頭疼的影片的部分呢 大家可能還沒有看到我拍的這個 十人的影片喔 我非常感謝我的幫派成人配合我 這個所有的這個 十人星劍戰艦的影片包括困難 其實我都有拍好影片 在後續我們等級接近的時候 我會慢慢放出來給大家看喔 是真的需要十個人配合有錯誤的示範 也有正確的答法喔 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要認真去多看幾篇 因為十人的副本真的就不是五人副本的免洗 他真的沒有自動 而且如果你是一個人出錯就會害死所有人 尤其是功力並不是很高的 他要求的功力並不是太高喔 但是他也會下那個衰減下降難度 只要有人手通 那但是呢 但是你配合的不好啊 就會 嗯 就像那個 這個賀王 這個賀王 他的平均功力要求 你有看到嗎 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還是在很高的程度上完成了 我們打了 為了打賀王 我拍了快四個小時 才拍成功影片喔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了 好的來這個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喔 來我們的這個獎勵挺好 他會給我們的江湖籤 可以讓我們可以合成喔 合成我們該要的這個天涯令 我們來講普通喔 普通獎勵是非常之好的 你看他給天涯令四 有沒有發現他給 這個是可以給天涯令三 他需要合成 有沒有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獎勵 而且他只要打一回 然後每周末的時候 只要隨機匹配打一次 會有助戰獎勵 還有隨機助戰的部分也會有獎勵 但是像這麼好的獎勵 他只有一回 對所以這是必定要打的部分喔 這是我們的天涯令來源的最大的一個方向喔 好了講到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講了蠻久的 那我們下面要來講一下關於 頭銜我們需要的令牌的部分 頭銜我們到底這個 每一個頭銜需要多少令牌呢 在我們的攻略上面 其實我找了真的很多文字喔 他能給到部分最多只能到金霜 最高最高好像是到那個虧天啦 可是我想說 為什麼你們都只能到虧天而已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這麼認真去做 包括拍影片的部分 真的沒有發現有很多人 就是去做這件事情 好的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對幫派爾成員 然後有需要去提醒這個事情 因為天涯令必須要提前喘喔 我絕對不會跟大家說 我在開服的時候拖了 三十幾夜的拍賣天涯山 對 所以目前對於我來說 我要生到破命 我已經全部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現在在存的是 生三個字的頭銜 我最大的目標是要 生到三個字的頭銜 當然也會有人吐槽我說 時間到了就會到 我知道啊 但是如果你沒有預先準備 就是所謂 小克伍克奈米克的玩家 你們會生到這個頭銜 但你比在線上 就是在玩的玩家 會玩兩周到三周的時間 你知道這三周喔 它會打九次的幫戰 就是說你會被人家 克得死死的 打得死死的 我最後來跟大家講說 頭銜克制的效果 有一個很實際的數字 是這個通過我的師傅 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頭銜需要的這個 TR令喔 我覺得前面那個紫色的部分 都不太需要跟大家說 但是我發現 很幸福的玩家 你就要注意了 從我們的孤城 升到我們的金色的頭銜呢 需要二十四個的TR令 它的功力要求是五萬一千八 然後我們的流云升到踏月呢 需要兩個TR令4 然後轉換下來的話 就是需要 一個TR令4等於四個TR令3嘛 就需要八個TR令3 所以這個要求還好 所以就我們的等級上升 跟任務上升它有送 所以這個大家升到流云升到踏月 很容易的喔 流云升到踏月的話 需要兩個TR令4 功力是五萬八千六 當然如果你要升流云的時候 你發現你湊不到二十四個怎麼辦 那就是分解TR令4來湊喔 分解兩個就等於八個 然後就升上來了 先升上來頭銜會有克制 然後踏月升到金雙呢 需要四個TR令4 然後功力是六萬五千四百喔 好了我這個左邊是先做的那個攻略 右邊是後座的攻略 所以我來用右邊跟他說 會比較簡單 我們就以TR令3 作為我們的這個購買的這個貨幣值 好從我們的這個金雙升到我們的虧天 需要的是TR令4個 功力是六萬四千 六萬五千四 TR令3需要十六個 從我們的虧天升到破命的功力 需要是七萬一 TR令需要三十二個 就是需要四八個的TR令4 那從我們的這個 虧天升到破命需要多少功力呢 然後需要的是 欸我剛才講錯嗎 金雙升到虧天 喔是金雙升到虧天 抱歉 腦子智障 從我們的這個虧天 升到破命呢 需要的是TR令4 是十六個 功力是七萬六千 然後就是相當於需要TR令3 六十四個 那從我們的破命呢 升到風之中喔 是需要我們的TR令5 TR令5喔 四個 功力需要八萬三 TR令3 就相當於需要六十四個 就跟我們的破命升到風之中 是一樣的 那我們的風之中 升到雲之影的部分呢 這個功力的部分 其實我是問了一下我師傅 然後他很模糊的回答我 所以現在我只能是 估算他的功力喔 我等一下去問他就好了 因為他就要升雲之影了 他需要的這個TR令5 是需要六個 就相當於TR令3 100個 那功力是一個估算的部分 有再具體的部分 我會放在這個我們的留言當中 或是在簽名這個前介當中 再給大家做來展示喔 所以呢大家要特別注意 TR令3存的必要性喔 通過我們的世界拍賣 如果你有金票的話 是可以買的 那如果是銀量的部分喔 就是在我們的後期 TR令3非常多缺 一顆就是到八千銀量 所以當你要玩幸福的時候呢 你有條件 看到兩千銀量 三千銀量的這個 我們的TR令3 應該去把它拖下來 還有拍賣的時候 有拍也把它拖下來 它一定是物操所指的 這是一個數學題 我怕我算了 你們聽不懂 但是我簡單算一下 在幫派近拍當中 是兩百金票一個 如果沒有人搶的話 那如果在世界近拍 天涯令3是兩百四一個 天涯令4是 天涯令4是一千金票一個 那大家有人會覺得說 哇怎麼這麼貴 好我們來算數學題喔 在算數學題的時候 我們來回到 我們的這個遊戲當中 我來給大家簡單算數學題 我來給大家簡單算個數學題 在我們的商場燃養當中 是有一個 欸 在我們的是商城不是銀量 是商城 在商城當中 沒點到嗎 這個有一個 每週限購關於銀量的部分 它是我們現在是限購是100 我記得 然後現在我們入服是120喔 每30點金票呢 可以換到500的銀量 那我們就來算這個 世界近拍是240點一個 那就是960點等於一個天涯4 還要加上江湖千才能合成喔 那就是960點能是 就是960點 根據點出來 置換是16000的銀量 但這個銀量是有限購的喔 然後16000的銀量 你可以買到一個天涯4 那在拍賣的當中 大家會看到 可能賣3萬或4萬喔 那如果你去脫拍 脫我們的拍賣的話 4000以下的銀量 就是買到4個的天涯令3 是划算的 因為銀量有限購 銀量能買的東西也非常的多 絕對不止這一些喔 所以如果你有金票條件去換的話 也是可以 然後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題 那在影片最後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頭銜客製的問題是在 出在哪裡喔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是來自於我師傅他舉的 關於這個 我們打這個幫站的時候 我們一團是組40個人嘛 我們來做一個重劃測試 就是 這是他們大約的近似測試啦 他們在打這個跨幅天字的時候 當一團都是破命頭銜的人喔 就是這個76公里的人 都是破命頭銜的人 跟都是風之中喔 就是三個字頭銜的人 是83公里的人 那個我們都不算背後的心法 就純粹算這個頭銜 然後他站在一起 他們實際上76跟83 他們就已經差了7000公里對不對 然後呢 他們同時站在一起 同時放重滑 你知道結果是什麼嗎 結果就是破命的人團滅 風之中的人一個都不會死 他們克制的功力就是差距 就頭銜克制差距在4000公里 所以破命的功力是76000 就是達到那個破命頭銜的功力是76000 達到風之中的頭銜是83000 他們中間的差距就是13000的公里 所以請大家重視頭銜的重要性 盡自己的可能去預先準備這個東西 因為你花再多再多的金票跟銀量 你去瘋狂的加高你的功力 可能就加100、200、300 只要你等級沒有升上來 東西沒有打開 鑰匙不夠 出於很多方面的部分喔 可是你存了這個頭銜 你投資了它 一級頭銜就克4000 那兩級呢 所以我們的幫派 還是需要共同成長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後面 出這個十人副本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看我拍的影片 我不知道其他台主會不會拍喔 但是一定要協助幫派成員一起成長 不然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們人一樣多 我活躍度比較高 但是我就是打不過人家 好啦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小巴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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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